大浪就這樣翻越防波堤 像瀑布一樣衝上馬路 花蓮區碼頭旁 讓人看了 淡戰心驚 這個海浪是高達三層樓高 越過了這個堤防 整個打到馬路上來 那麼另外呢 在這個 這個道路上呢 我們可以看到 有相當多的時間 都是被海浪給打上來的 西星潭岸邊更是波濤洶湧 海平面成了白茫茫一片 度尊颱風觸路之後 七星潭成了警戒最前線 早上已經捲起五米高浪 觸路之後更是驚人 浪花像是面高牆 最少十米高 我們可以看到在七星潭這邊 其實已經掀起了 超過十米的長浪 七星潭風牆宇宙 當地居民跟民宿 趕緊拉下鐵門 早上冒險搶拍 颱風巨浪的觀光客 也早就撤離 打到那邊去了 打到那邊去 打上來 以前那個防波警 都還擋著咬 現在沒有辦法了 昨天圍著岸邊 拉起的封鎖線 因為巨浪打上岸 擴大封鎖範圍 真正後退100公尺 這一次的浪應該說 跟上一次蘇敵勒差不多 如果真的整個打上來 我們就會撤掉 不久前蘇敵勒颱風 才吹垮了好幾棟老房 七星潭附近住戶很擔心 來不及重建的老屋 挺不住杜鵌強風吹襲 民宿業者也錯失了 三天連假的中秋商機 記者綜合報導